4.21世紀經濟報道 中企投資印度兩大主線 發掘印度製造分享人口紅利 2015年7月13日全球商業觀察 《22慕麗結本部記者慕麗結》上海報道 7月8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俄羅斯烏法會見印度總理莫迪 在會見期間 莫迪表示 近年來兩國經貿合作進一步擴大 科技 外空 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項目不斷推進 印度歡迎更多中國企業附印投資 同時 印方元加強同中方在金磚國家框架下的合作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5月發布的最新報告 印度經濟將保持穩定增長勢頭 且基於印度國內投資的逐步復甦 印度2015年經濟增幅或可達7.3% 據印度國家信息中心統計 在2000年至2014年間 中國對印度的直接投資額大約為4億美元 位於對印投資的第31位 遠遠落後於英國220億美元 日本170億美元 荷蘭130億美元 西班牙19億美元的累計投資額 儘管中國對印度的直接投資額 較其他歐美國家相對落後 但中國企業投資印度的速度 卻在不斷提高 阿里巴巴、華為等企業軍在印度進行了大筆投資 而就在最近 富士康可能也將入住印度 據印度媒體報導 洪海董事長國台銘於當地時間7月8日抵達印度 除與印度初創企業高管匯面選擇投資項目之外 也將拜訪印度各部委和各州政府官員 謀求簽署多個項目和協議 消息人士稱 《洪海計劃在印度設立工廠為蘋果生產 iPhone》 此舉將降低iPhone在印度的價格 從而有利於三星和印度本土手機廠商MicroMax的競爭 此外 《洪海環》將在印度衛小米、索尼和橫貧文S報見 復星正在考慮對印度的多個產業進行佈局 包括旅遊、保險、醫藥健康、房地產、消費以及城市化等 而這些產業一旦在印度落地 也將與復星在全球的產業佈局和所收購企業產生協同效應 復星集團印度投資部董事總經理潘 均從7月10日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專訪時表示 潘從說 從經濟發展水平內看 中國的許多產業發展水平比印度要領先5至15年 因此印度有許多產業投資相關機會值得中企關注 而這些產業主要與人口紅利相關 包括醫藥健康、旅遊、消費、G.M.T. 與此同時 在某些製造業方面 印度也擁有不錯的投資價值 如汽車製造業、家電、電信行業 此外 一些重要領域 如城市軌道交通等也值得中企投資 去年8月5日 莫迪在印度獨立日上喊出了印度製造 Make in India 的口號 號召印度人民將印度建設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 一個多月後 莫迪在出訪美國前借敦F 印度製造計劃 希望此此將製造業在經濟中的比重 從目前的15%提升至25% 並在每年創造1200萬個就業崗位 為實現這一目標 印度工業聯合會認為 要大力鼓勵中國加工製造業企業在印度設立生產基地 加強古吉拉特邦和馬哈拉斯特拉邦的兩個工業園建設 提高稅收激勵、電力供應、土地和基礎設施 潘崇雪、莫迪上台後發起的一系列改革的確有利於改善投資環境 尤其在稅收和徵地方面 對海外投資者有好料許多 而印度製造概念的提出 也為印度進一步成為製造業大國電定料基礎 他橫稱在去印度投資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進職調查 控制好風險 當地政策、法律法規、勞工制度、工會組織、政府關係等等 這些都可能成為中國投資者在印度投資時遇到的困難和障礙 尤其是印度的稅收制度 印度沒有全國統一的稅務體系 稅收體系複雜 在印度兩個邦之間做生意的複雜程度超過歐盟的兩個國家之間的交易 潘崇環指出 印度的許多產業目前還沒有形成規模化效應 產業集成不充分 上下游配套也不完善 再加上物流並不是肯變值 因此在進行生產製造時會發生許多額外的成本 不過,在談到中印兩國未來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合作時 潘崇表示,印度其實很歡迎中國投資者去投資 畢竟是可以達到雙贏的效果 競爭須有 合作依舊 他稱,印度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國家 也會與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建設方面擁有更多的合作 他還稱,現在金磚銀行的行長就是印度人 而印度也是壓投行的第二大出之方 這種結構也有利於中印兩國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 編輯李關雲